在柬埔寨 應該是 柬埔寨會面 重點談台灣 他們反正現在都是 按照習近平的講法 台灣是中國核心利益的核心 是美國政治基礎的基礎 所以你們不要干涉我們的事情 這是我們內部的事情 美國就在重複 我們多年來都遵行一個中國的政策 也沒改變 台海要和平 要安定 不能夠台海發生動盪 大概就是你講你的我講 像我的一再的重複 會談90分鐘 你們花了不少時間討論台灣 當然討論到俄羅斯不能在烏克蘭 用核武等等 他直接也在談 但是台灣問題顯然是滿重要的 看雙方的會談 滿特別的 老公這邊通通穿軍服 老美這邊通通沒穿軍服 所以你就兩篇看得出來 另外雙方也控管 說將來的海上危機控制 我們要達到戰區層級的海上危機控管 所以這個層級非常的高 另外那是在五的方面 在外交 楊潔篪說 堅決反台獨 這是原則問題寸步不讓 所以要保持戰略的定力 就是牽涉到原則問題 王毅也這樣講寸步不讓 寸土必爭 寸步不讓 就這個意思 美國其中選舉大概差不多了 眾議院是共和黨的 參議院是民主黨的 國會對台灣好情勢不變 不管怎麼選 他們反中反共的立場是很強烈的 王毅也說 美方不要讓台海局勢發展到不可收拾 換句話說責任在你 不在我 台海局勢可不可以收拾 完全看你 你讓它發展到不可收拾 到時候你要承擔後果 意思是這樣 當然大家也說了 當習近平跟拜登見面以後 十天之內 美國國防部長跟中國國防部長 然後商務部長 貿易談談代表 氣候大使 彼此通通在會談 還有裁長 然後美國的國務卿 也馬上要到大陸去訪問等等 所以 那美國說變就變了 十天就改變這麼大了 那民進黨警報著美國 美國一變的話 那台灣怎麼辦呢 到底還能走多遠呢 老百姓也看清楚了 所以這次選舉抗中保台 效果這個魔咒也不靈了 好 那麼我們看一下 美國防長奧斯汀 中國防長魏鳳和接連抵達 在柬埔寨舉行的 東協防長擴大會議 兩人也趁這次機會 進行面對面雙邊會談 奧斯汀 魏鳳和上一次碰面 是六月在新加坡 緊接著八月 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台 中美緊張局勢升溫 但就在G團體拜習會後 中美雙方對交流都釋出善意 當天中美關係面臨的局面 責任不在中方 主要原因是美方做出了錯誤的掌握 中方對於發展兩國兩軍關係的態度 是真誠的 但基本前提是美方必須說到做到 信守承諾 這次防長會談在中方聲明中聚焦魏鳳和重申 台灣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是中美關係第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 美方聲明中則是重點放在 奧斯汀對解放軍飛機 在印太地區表現出的危險行為 表達關切 美中防長會面彭博社報導 象徵兩國關係解凍 來 孟凱怎麼看 是 我沒有錯 剛剛趙先生一開始開中民意就講 為什麼這一次抗中保台民進黨 過去兩年多幾次大選 用得如火純金的招數 但是在這一次去沒有辦法好好施展 其實很簡單的道理 因為大家已經看清了民進黨政府 只抗中不保台 只有抗中沒有辦法保台的事實了 其實最明顯的時候就什麼時候 就是當時8月 裴洛西來到台灣的時候 台海這附近周圍的一個軍演 以及飛彈飛過到台灣的領空 居然到最後還是日本政府告訴 發布了警示之後 我們才了解了 所以說抗中保台這個牌 其實早就已經失效了 再來第二點 在拜習會之後 大家看得出來 美中兩大強權鬥而不破 這個是非常明顯的事實 也因此這一次民進黨 不管是蔡英文主席 他在各地方還在講一個老調 說這一次的選舉 1126之後 決定世界各國怎麼樣看台灣 抱歉 世界各國並不會關心台灣選舉 到這種程度 尤其是1126是地方選舉 更沒有那麼的關係 而且世界各國看的是什麼 看的是自身的利益 我們常常在講 國際關係本來就是這樣 就是世界各國一定都是以自己 國家的利益為最優先 所以不管是美中的國防部長 現在是一個 在第三國的一個交流 或者是說他們財長的一個交流 甚至美國國務卿之後 會去做中國大陸做訪問 還有接下來 有沒有可能 美中兩大的這個國家的領袖 也會互相的訪問 我相信都有可能 那這樣的美中兩大強權 鬥而不破的態勢 都已經很明顯的情況下 台灣 我們中華民國的後面的處境 真的要如同過去六年 民進黨政府執政一樣 持續的兩岸從冷凍停滯 到現在火車對撞 所以我們就講 國民黨跟民進黨 現在很大的主張不同在於是哪裡 就在於是說 青梅有日以外 和路難道不是一個選項嗎 兩岸人民穩定發展 和平相處 難道不是2300萬人的一個主流民意嗎 最重要的是我認為 126只剩三天就要結束 而接下來馬上2024可能就會到來 民進黨內部有心人想要在 後蔡英文時代 要爭取這個大位的 不管是賴清德也好 不管是其他人也好 我相信民進黨後面的 總統候選人的路線 可能都會跟過去的蔡英文 有很大的改變 而最重要就是因為 現在看到美中兩大強權 他們的一個態勢 以及世界各國的趨勢 相信也會讓民進黨內部 有智慧的人 開始想要轉向 我想我剛才是同意孟凱他所談到的 這個美中強權之間 他們是鬥而不破 事實上我還是必須再次強調 其實這一次 大概美國在他的期中選舉之後 中國他在20大之後 說實話他們也已經都底定了 所以基本上他們也不會再走一個 完全這種對抗的這種策略 我必須還是直接的跟大家報告 其實布林肯很早就講過 美中關係是什麼 美中關係就是既對抗又競爭 然後還有衝突管理 其實這是一個最基礎的基調 其實包括中國也是 包括美國也是 其實當然這種大國之間 他們最多就是讓這種代理人之間 去爭鬥一下 但是他們自己 我想他也是把紅線講得很清楚了 事實上這些紅線說實話 根本也不可能有逾越 因為其實他們都不會冒著一個所謂 造成世界大戰這種情況來發生 所以事實上 在等於說大家還是以他自己 國家利益作為最先導的 這樣子的一個考慮 台灣說實話 夾在這美中強權之間 有的時候可能有時候 不小心反而是變成 一個真正的棋子的問題 所以其實台灣自己 要能夠自立自強 其實說實話 沒有辦法依靠任何一邊 而且這任何一邊都有可能隨時轉彎 所以這才是台灣真正面臨的危機 也不瞞說 其實最近的這個細頓的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現在這個台積電 好像馬上也都要遷到美國去了 其實我們真的也要問 當這些本來台灣真的最基礎的東西 慢慢失去優勢的話 其實台灣又如何夾在這種 美中強權的競爭之中 好不好 在拜祭會前傳說 習近平派他的智囊團 到美國密會他的老友 這個97歲 看不太出來97歲 97歲的格林伯格 因為他是被當成 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曾經經常在美國報程 發表文章 就說美國不應該跟老共 這樣衝突等等 所以他們先去派了 跟華爾街 美國銀行 保險 很重要的老朋友見面 先去大概溝通一下 翠翠鋒了 美國副總統賀錦麗 他說菲律賓如果在南海遭到軍事攻擊 美國會援引共同防禦承諾 同時賀錦麗登上了菲律賓的巴拉旺島 巴拉旺 巴拉旺島距離大陸的主權海域 大陸主張有主權海域 非常近 大陸說這是我的 他在巴拉旺島旁邊登上去 表示這是我的 這種對抗的態勢 問大陸外交部趙立堅說 不反對美飛正常交往 美飛要交往 你要反對也不能反對 兩個國 美國跟菲律賓 關係多麼密切 以前用菲律賓的克拉克基地 蘇比克灣 這是行之有年的 我們看一下 美國副總統賀錦麗 20號抵達菲律賓距離南海 最近的巴拉旺島 以行動力挺飛國 爭取南海主權 我們會繼續 抗中議會農後 美國甚至考慮在當地 加蓋五處基地 一方面守護南海 一方面也能在台海 爆發衝突時快速反應 只是被問起台灣的議題 賀錦麗態度又變保守 佩洛基來過了 新的這個麥卡錫 說他也想到台灣 所以副總統被問了 但是他也管不到那個麥卡錫 而且麥卡錫跟以前那個麥卡錫 你主義又是台灣的名字 搞白色恐怖 在美國立場留下非常難堪 非常不堪的一頁 馬偉 其實菲律賓跟台灣不太一樣 他也沒有什麼親美或親中路線 其實他都走自己的路線 像過去杜特地的時候 因為美軍在菲律賓 有非常多的基地 那時候他的時代 就把他們都趕走 過沒兩天其實跟中國 其實有吵架以後 可能又會做一些不同的調整 可是像現在 為什麼副總統 美國的副總統 特別到菲律賓 而且登上巴拉旺島 其實感覺上 我們覺得 大家在猜測他比較親中還親美 其實感覺上是比較親中 因為中國不擔心 所以如果說像 佩洛西議長到台灣來的時候 其實他們馬上實施不同的軍演 而且是整個圍島的軍演 可是他到菲律賓去的時候 事實上他也沒有做任何的動作 因為他不擔心 所以其實有可能 其實他是比較親中的 這個部分其實像非中關係 他也是錯綜複雜的 在跟杜特地時代比起來 相信其實小馬克氏 他感覺上跟中國的關係 也相對比較密切一點 好 那麼到底菲律賓會怎樣 因為美國現在就在拉攏 我是認為說 因為這東西強龍不壓地頭舌 你中國在這邊 周邊這些國家 跟中國都必須要做生意 不要說軍事 他要做生意 商業的往來 很大一個市場 所以你說要他跟中國作對 大概不容易 你說要多親中也不見得 但是你說一定要跟他 在那邊吵架 每天在那邊作對 我覺得這些國家一定不願意 所以美國一直希望這些國家 把中國包圍起來 中國當然也就等於是突圍 跟歐洲也是一樣 現在就是在進行這樣的一個衝突 或是競爭 接下來再回來 好 那麼大陸製的資通訊產品 大學不能用 他靠什麼來管 靠補助 因為他們現在有一個叫做 這個高教生耕計畫 大概就給高等教育的 學生大學給他們錢 錢也不少了 所以一年差不多到千億 就現在新這個叫資安專章 大陸製的資通訊產品 大專院校公務不可以使用 私人你在家我管不到你 公務不能使用 而且不但如此 連校園的出租的場域 比如說學校把餐廳外包 學校自己不可能做餐廳 讓我們做餐廳 商店 書城什麼都在裡面 你只要用我的學校東西 就不能用大陸的資通訊產品 但有個老師說這滿難的 因為有時候大學做研究 在學校作業在家裡在研究 你說我家裡用還是不用 反正不管就告訴你 至少在學校不可以用 老師說大學的作業 公司有時候很難區分 不是那麼容易分得出來的 好 那麼另外 我們有一個陸軍上司 每個月收中共4萬塊 而且還穿著軍服宣示 說如果兩岸開戰 要為祖國效力 這祖國不是我們 他怎麼寫的 你看 本人向XX 他其實叫向德恩 在此宣示支持兩岸和平統一 效忠祖國 一旦兩岸發生戰爭 本人會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 盡自己能力為祖國效力 完成和平統一的光榮使命 還立士 立士人 要自己講這個名字 2020年1月20號 當然這個 當然尤其軍人 現役軍人不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這個是很可惡的 他到底搞什麼 就有民進黨立委說 我們軍法應該加重 問題現在沒有軍法了 軍法被什麼取消了 所以你沒有 照理講這軍法大概就要槍斃了 但是沒有軍法了 那怎麼辦呢 我們先看一下 大學校園內網路精密機台 用什麼廠牌全都仔細檢視 因為從明年開始 若是申請高校生根計畫 經費購買的 紫通訊產品 就禁止使用大陸廠牌 就連和廠商租借的營營事物機 也全都在列管範圍內 高校生根計畫第二級 新增列的資安專章限制 包含校園內的電腦 事物機還有監視器設備 全都不能是大陸廠牌 其實過去資安法就有規範 公家機關和公立學校禁止使用 大陸廠牌的資通訊產品 資安專長明年上路 對私立大學影響比較大 但誰是上課 有時也會自備電腦 還有老師教學過程中的 私人用品 會不會也受到限制 就一部回應 公務之資通訊產品 避免購買大陸廠牌 但私人的資通訊產品 就不在範圍內 來自衛 其實我覺得 本來我們的政府採購法 在台北市 新北市 台中是全台灣 都一樣 國中 小 高中 所有的教育系統 只要是公家的 在於政府的採購法上面 只要是錄製的一些東西 他們本來就是有嚴格的 這樣子的規定 其實我老實說 現代科技這麼的先進 你光硬體 不是用錄製的 不是用中國的 它的軟體其實要駭客 隨時可以駭得進來 我們舉例像 Nancy Pelosi 佩洛西議長 來到台灣的時候 那時候多誇張 到處便利商店 甚至是一些交通運輸 主要的運輸設施 上面的電子看板 全部被害 然後還跑出一些很可怕 讓人家看不下去的 一些髒話等等 這些東西都是我們要趕快 去防範的 但是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美國的聯邦通訊委員會 還有其他國家 其實他們都全面禁用 像華為 中興海框威視 浙江還有海能達等等的 這些全部都把它禁止下來 為什麼要這樣子做 因為其實在於 錄製的一些硬體裡面 它的軟體 它本身 他們國家內部 還有法規 這個法規是依法 要把所有用戶的個資 全部公布出來 甚至它有些更恐怖 還可以從後台 遠端 遠距離的操作 這個部分涉及到 是一個國家安全的問題 涉及到部分是心戰的問題 如果說他們隨時的去監控 隨時在必要的時候 做出一些動作跟行為的話 這個對於國家 對於下一代的傷害何其大 所以這樣子的規定 我覺得是合理的 也不要說好像逢中必反 如何如何 這些規定是我們不分藍綠 本來都是有的共識 而且是設在 我們的政府採購法裡面 但是我覺得 這個我也要批判一下下 光是硬體的部分 我覺得還不夠 我認為這個應該要 行政院為主 以一個當單位 對於資安 我們到底如何滲透進來 駭客進來 以及上次在地協力者 這些的防範超前的部署 這才是重點 台山峰 這樣子 這個 會不會透過軟體 會不會透過什麼 來對台灣進行 民進黨所謂的認知作戰 然後會傷害到台灣 我覺得那個傷害不大 對台灣最大的傷害莫過疑 民進黨說盡了很多的謊話 在誤導台灣 你剛才就已經講很多謊話 你可能自己都不知道 大陸有哪一條法 有規定 所有大陸生產的 這些電腦硬體 然後要加裝個設備 把所有使用的人的資料 全部用來進去 這第一個 先不及 慢慢來 第二個 對台灣最大的傷害莫過疑 把對大陸的認知的資訊 屏蔽起來 扭曲起來 不敢讓台灣的社會 正確的去認識 中國大陸 台灣 不能正確的認識中國大陸 台灣就沒有能力 選擇正確的未來 那個才是台灣最大的傷害 第三個 去進這些東西 我們想想 我們從大陸 是最大的貿易地區 我們是最多的 入口順操的地方 也就是說我賺得最多 然後我罵得最凶 天下有這種道理 我來跟你做生意 然後我從你身上賺最多 然後我甜甜罵你 你會覺得很爽 然後讓我繼續賺 你以為天下人都是聖人 民進黨不要學哪裡 就好好學一下菲律賓 菲律賓多厲害 菲律賓他怎麼不清楚 他的南海跟中國大陸有衝突 他怎麼不清楚 他怎麼不清楚 美國曾經 尤其馬可士 小馬可士 怎麼不清楚他老爸 是怎麼被幹掉的 那個要講國仇家恨 那他生多了 可是馬可士為了他的國家 他知道 他跟菲律賓 跟美國 跟中國大陸 為什麼 這是他的生存之道 今天在台灣 大家要講究 是生存之道 而不是去近東近西 各位想一想 隨身給中國大陸佔市場的63 我們要不要再用大陸的東西 那你就說這些東西我不要用 我用其他的上這7的 好後 爛後 高後 貴後 我不知道 LED 佔前次這80% LED LED也可以裝東西 好 我再跟各位講 半導體中國大陸百大佔42家 5G的設備 華為是三大最大供應商 路由器 這是我們一定要用到的路由器 中國大陸佔世界70%的市場 所有要翻牆的VTN 全部20家的大公司 都在中國大陸 光纖電纜 因為所有的東西要透過光纖 光纖裡面 世界有10強 這10強佔著世界85%的氛圍 而中國大陸佔了5強 這樣的現實 我們用一個治安 然後用一個大帽子 用一個國安 然後用補助 結果把這些全部給擋掉 請不要忘記 疫情開始的時候 視訊不能用大陸那個叫什麼牌子 就不能用 結果怎麼樣子 快大亂了 所以拜託 要搞政治 要搞選票 我沒有意見 但不要說這樣是傷害 因為你們正在傷害的台灣 我快速回應 請副主席 你去找你認識的立委來提案 把我們的採購法修了 要不要 快速回應 中國本來就有兩條法令 第一個叫做國家情報法 第二個叫做網路安全法 要求他的企業還有使用者 把客戶的機敏資料 來協助什麼 執行情報工作 當有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覺得還是需要這條法令在 第二件事情是 我們也不是說什麼抗中保台 什麼都不聯絡 不溝通等等的 但是基於我們大家 不管哪個政黨 現在檯面上所有的立委 這是大家有的共識 這不是民進黨的獨門獨家 都不是 來 乃進 不 我要請教 不要講那個概念 請你把那個法條 是哪一本法 哪一條 條文是怎麼寫的 你不是說你很懂追求嗎 不 你不要 是你挑戰的 沒有 你講的是概念 國家情報法不是概念 不 你講的是概念 這個是網路安全法 不 哪一條法的哪一條 你自己也不懂 不懂你講這個這樣子 不懂 你講出來 不要講概念 藍進 現在這個問題 我覺得最關鍵的在於是說 因為它的靜子範圍非常的大 它不但是硬體還有軟體 這個對於在學術的使用上面 它會造成的障礙蠻多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政府與其花這麼大的力氣 然後你去管公立大學 國立大學 然後私立大學 在這個資通產品上的問題 我覺得政府應該 切切實實要好好的檢討的 是剛才何志偉這個委員 提到的就是說 你在裴洛西來台之後 大陸大規模的駭客入侵 我們的國防部 總統府 外交部 這些單位都被入侵了 你自己的資通安全 你到底有沒有做好 我覺得是更重要 沒有入侵成功 還有一個 還有 怎麼沒有入侵成功 這個我們的總統府的資料 國防部的網頁都當機了 怎麼沒有入侵成功 而且還出來叫了 說被入侵成功 對 如果這個不叫入侵成功 那要怎麼樣才能夠 才能夠叫做入侵成功 這個對於我們的資管 資安上面的影響是非常大的 還有我們的國安局的 情報頭子陳明通 他到泰國去的行程 完全的被洩漏 到底是內部洩漏的問題 還是就像他們去栽給 就栽給這個大陸說 栽給這個泰國說 因為他的監視系統 都用的是大陸的 到底是什麼樣的狀況 我們自己要先做好吧 這個政府在管好這些 安全單位的所有的 防控系統之前 你要先管好自己 再去管管大學 馬尾 其實這個部分 在行政院的相關法令裡面 規定的是主動原件不行 可是被動原件可以 現在我們要用在這個 大學的這個部分 它是嚴格到連 本來禁用大陸廠牌 現在是連錄製的都不行 可是它很多 其實是沒有辦法做到的 就是我舉個例子來說 去年我們大學光簽 骨幹網路的這個案子 這也花很多錢 它也是牽涉到我們所有 高等教育 我們的大學裡面 其實很多的安全的部分 可是我們用的是 知名的大牌 大品牌 美國的知名品牌 不過它生產的東西 就只有大陸製 因為它有很多的成本考量 各方面的考量 所以裡面其實包括 因為我們在裡面 會用到伺服器 會用到路由器 它就是用到大陸製的 現在我們也在用 剛剛在影片出來 那裡面其實就有了 所以我們不要扣國安的大帽子 我們能不能做得到 就像我們現在說無人機 無人機說要全部都用國產的 它就是沒有辦法 因為包括你的電池 還包括甚至腳架 還有它的發動機 它全部都是錄製的 成分在裡面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到底能做什麼 因為我們有周邊的 太多的零附件 我們必須律定 比較明確一點的 到底哪些可以 哪些不行 這樣才不會讓我們自己 至愛難行 所以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這高達1000億的預算 這雖然我們現在 在討論這個部分 可是每次我們都用 國安的大帽子 這麼高的預算 它到底花在哪裡 然後花給誰 誰來用 是誰要用這麼大筆的錢 我覺得這個也是 我們應該要重視 等一下 剛才合作委員講到 中國大陸的國家情報法 第七條 然後你提到是說 這些廠商都有必要 要把他的資訊 提供給國家做情報工作 不是 它法不是這樣寫的 它是說 任何組織和公民 都應當依法支持 協助國家情報工作 所以這個跟你剛才講說 他要把資訊 跟他的情報提供給 那有很大的差距 所以我講 這個條文跟概念是兩回事 他沒有這樣子寫 所以這邊提供他的敏感個資 還要協助執行情報工作 不是這樣 我知道 他就經常說 我們常常講說 保密房碟 人人有責 不是要你每個人 都去做諜報員 所以說你如果知道 有誰是匪碟 要把他舉報他 這是人人有責的事 你不要去幫匪碟 餵匪 張母 但是不是說 每一個人都是情報員 另外你比如說 蘋果不是就是大陸做的嗎 台灣這麼多人用蘋果手機 怎麼辦 不是在大陸做的嗎 我們去年賺了大陸 1700億美金 其中相當一部分是資通訊產品 那怎麼樣 你去賺人家錢 然後你說不能用 對不對 我們常常很多是半成品 然後再送到大陸去 然後大陸做成成品 再賣到美國去 這個東西就是一條鏈 我們賺他1700億美金去年 他賺美國4000億美金 大陸賺美國的4000億美金 前20大出口商 出口商7成是台商 14家是台商 所以台灣人真會賺錢 只是很多隱父不跟你講 他躲起來偷偷賺錢 真的偷偷賺錢 只是他也沒跟你講 他也不講 對不對 但是就是他們在賺 對不對 然後產品都是他們在做 希望再回來 成為那個紙 我們來得分架 你的清晰 我來得分架 謝謝你 嘗嘗 那沒得分架 我來得分架 你給我